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把当时我在 我参加这个所谓青鸟行动的演讲 搬到电视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会改革这个字就跟减肥一样 没有人不要的啦 对啊 民主党也说要改革 这个也没有什么 其次身高体重的问题 瘦子也会想要减肥 建美先生也还会追求体脂率 减肥这个就是很中性的名词 因为肥胖是疾病 那国会改革好不好 当然好啊 改革就是要扫除弊病嘛 官员不能说谎嘛 权力不能读揽嘛 这个讲都很好讲嘛 问题是国民党的就不是啊 国民党的话舌天主嘛 多了一个藐视国会罪 他是藐视咨询罪 全世界第一个 唯一一个只有这样子 再来他把人民无限扩张 还可以开罚单 然后呢 把总统国情报告也跑进来 然后把监察院的职权也跑进来 弄一弄 你以为是国会改革 其实国会根本没有改革 改的都是别人嘛 所以这个逻辑很简单 今天我如果要减肥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自己要结识 我自己不吃糖 我自己不喝饮料 我自己早睡早起 我自己规律运动 那是我自己的事 我要改革我自己 那是我自己的事嘛 可是国会改革 是把监察院弄进来 总统弄进来 行政院弄进来 老百姓也弄进来 这个不叫改革 这个叫交叹嘛 你要减肥 你自己的事 什么好 文雄你早上要叫我起床 晚真你要陪我运动 小芳姐你要控制我的饮食 然后委员你要帮我做饭 这哪是改革 这个是在交叹 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嘛 搞一个国会改革案 全台湾被你拖下水 这个哪叫国会改革 所以回到原本的这个初衷 如果你要做国会改革 给你立法医官 改你自己就好 如果你想要跟行政院 互相制衡 大家讲道理 现在的执巡台 就是全台湾最适合 延迟交锋的地方 可是你要去做言论 限制说你可以讲什么 不能讲什么 你的机密有主席决定 你要背询不背询 请不请律师有主席决定 那就是立法院独大 这个不叫国会改革 这个叫做国会贪吃 国会这个贪欲 独大 所以这个就不叫国会改革 这几次的民调 很老实的跟大家讲 就算当时青鸟行动刚上街 蓝白碾压多数 民进党这个民调不到40 全台湾都告诉你 我们支持国会改革 但问题是我们不支持 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国会改革